在澳洲Vittoria,一提到竹蟹 每個人都會提到這個地方 這裏可以說是一年四季的釣魚和竹蟹聖地 究竟這裏是哪裏呢? 這裏就是Lake Entrance 這個地方真是魚類冠意 來了Vittoria很久,每個人都提到這個地方 這次終於可以過去看一看 這個地方就是來墨爾本以東320公里 路程差不多4個多小時,一點都不接近 這麼遠,水路來到沒理由住一天 所以我們都去了這個NRMA Eastern Beach Holiday Park 那裏 Camping 帶大家看一下附近的環境 這裏的Camp Sight 非常棒 就算露營來說,都是有水電沒有水電 或者有些小屋可以住的 方便不同需要的家庭 亦都有一些廚房可以用到的 還有雪櫃 煎東西的爐給大家用 所以就不需要帶那麼多東西 這些就適合一些懶人 就最適合了 這個營友雖然買了幾年 但是都是用過幾次的 都是慘鬼這麼說的 都忘記了怎麼設定 幸好這次有營友 Jojo幫忙設定 所以這次很帥 不喜歡我這一隻 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這個Nelson村長的新買的Tanes 我們一起進去參觀一下 嘩,看你那個Hiver Corner 看你那個Hiver Corner 看看你那個Hiver Corner 是一個Hiver Corner 這個新買的 這個新買的 好,沒問題,我們馬上起行,馬上去 看小朋友玩得多開心 露營來這些Holiday Park,最重要就是一個好的廚房 這個廚房其實也不錯 有雪櫃放東西,有扒爐,有洗碗的地方 硬件,我覺得這個NRMA Park 比上次的Big 4更好 這次的營地,有水電之外 還有一個套廁,只是給我們Site用 所以每個Site都有一個套廁 所以非常之好 廚房也很乾淨,但是上次的Big 4 廁所也有簡易提供 而且廚房也有很多廚具可以給我們使用 這件事非常好,這次是沒有的 這次什麼都要自己帶 洗潔精都沒有,都要自己帶 所以有些鬧疚 另外就是這一邊,我覺得比較安靜 附近的營友都很早睡覺 八點幾、九點五已經睡了 公眾地方十點鐘熄燈 所以都要逼著早睡 如果喜歡VWR鬼叫的那些 或者這裡太安靜了 這個營友叫做Eastern Beach 我們走出去就是一個沙灘 這一邊的海岸線出名,非常之長 為什麼這裡叫做Lake Entrance 原來這個小鎮就坐落在湖泊的入口 這裡有500平方公里的湖泊河流和溪流 在這裡匯聚 由一個狹窄的入口流入巴士海峽 所以在入口附近就形成了這些適合於蝦蟹生存和繁殖的 鹹淡混合的獨特水質 走出去沙灘,這些沙真是很幼細 細小粒地踩進去 非常之舒服 不過這次我們去已經是四月幾 其實都非常之冷 十幾度而已 尤其是剛剛到營地那兩天 橫風橫雨 是真是幾難頂的 這裡海風都非常之大 你看一些浪都蠻洶湧的 所以其實游泳就不太適合了 這裡就 而且一望無際 都是沒有人的 這裡 如果要走完整個沙灘 都是非常之困難的 因為這個沙灘真的非常之長 我們看一下地圖 一直走下去 走到尾 那裡都說要在這裡摘營才行 所謂近海得食 很多人來到這裡 都是釣魚 竹蟹 竹屁屁 青口 蠔都有的 這裡有 我們村長Nelson 都很勤力地在這裡 想掘一下蜆 不過掘蜆這家 真的要看準天時地利人和之外 還要看彩數 這次掘不到 不要緊 我們轉場掘過其他東西 好嗎 轉場去哪 就是去了市中心 市中心那裡有很多餐廳 也有超級市場 適合我們這些露營人士 補給一些日用品 不僅有Rulis Audi 還有咖啡店 還有咖啡店 所以來這裡露營 不需要買太多東西 因為其實 生活用的用品都很方便 都一應俱全 除了喝喝吃吃買下東西之外 這裡也是一個主要的旅遊點 好像我現在看到這條 Food Bridge 就是通往沙灘的一條路 之前在我們營區那裡可以走到沙灘之外 這裡也是透過這條橋可以走到沙灘那裡 附近也有公園 小朋友都是開心的在這地方 哎呀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老老實實 其實這些近海的地方 我覺得去旅行或者露營的話 就比較適合夏天 或者比較熱的時間 這些季節其實都比較冷 不僅冷 還非常大風 好 你想抱嗎?可以 抱它嗎? 你不要丟進水裡 不要嚇壞它 哈哈哈哈 這麼重 你幹嘛抱著它呢? 一過了橋到沙灘另一邊 就有這個這麼有型的 Aqua Park 真的很好玩 好吸引 不過因為 真的天氣有點冷 所以不是很多人 而且都不敢讓我女兒 下水 因為真的 哇 不知道水幾度 可能只有幾度 看這裡的電視節目 經常有這些 競技比賽 所以參賽者就快完成 這些障礙比賽 非常好玩 對了 沙灘就不看了 不過如果大家想出海 這裡有碼頭 也有很多的船可以出海 你可以參加一些tour 看看附近的海豚 或者一些島嶼 都可以參加一些tour 如果買海鮮的話 這裡也有些魚船在賣一些新鮮的海產 這些魚 全部都買10元1kg 都不錯的 我都買了兩條回去蒸來吃 這些我不知道是什麼魚 在Fusquay Queen Victoria 都找不到 這些我上去看 好像牛丘魚 但又不像 因為嘴巴向上 另外買了這些鑼 12元1kg 挺好吃的 拿走 你會問我 山場水源 來到這裡 可以買 自己去捉 那這裡 如果自己下手下腳 捉的話 作為一個初歌的我 會不會有些修成呢 我突然經過這個 Lake entrance的市集 我們就去到 碼頭附近 我們就帶了一些 過了期的雞殼 就是臭臭的 因為雞越臭 就越香 那些蟹才喜歡吃 蟹是否容易捉 我就不知道 但如果鵝可以捉到 我想一早就被人捉了 這裡有很多天鵝 大大隻 隨著走 但千萬不要順手牽鵝 因為是煩發了 你如果捉一些鵝 回家 就等著收告票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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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 如果小小隻的有肉,我想會被人清掉 現在在面上的全部都是小隻的 你要在沙裏掘出來才會大隻一點 好像剛剛掘到那些 你要掘得深入一點,就大隻一點 所以要掃一下 去碼頭掘或釣魚 其實都沒有什麼期望 因為容易做的事,一早就沒有了 人們通常都是坐著艇仔出去掘 或者在沙灘一些比較少去的地方 才會有收穫 除了青口之外 都會找到一些小蠔 要帶著鑿去鑿 如果徒手就會掘損手 真的有 真的有 開了來還可以吃 你看,Alice很勇猛 試了一隻,說真的甜到柔 是好吃的 我也試過 竹蟹也有竹 把雞殼放進去 然後釣進去 其實水很淺 假設這樣釣進去 蟹就會想釣 但成不成功呢 其實就是不成功的 有隻小隻 很不幸的 走進去的籠 真是 抱歉了,忘記了放生你 不過我只在玩一下 如果真的想吃大餐 直接去餐廳 就 沒那麼生氣了 對不對 幸好都刮了很多青口 回去享受一下 不過 竹蟹那一刻 就沒什麼難度 高難度的 就是 你要洗那一刻很難 這些 首先都要洗乾 洗淨的海草 還有泥 還有一隻鑽 你看 鑽到村長 真是想打人 即日拿回來 即開 就很鮮甜 我們隔了一天 再去吃第二批 就 不驚的 差很遠 縮水之外 鮮甜味沒有了 所以 外面買也不太貴 出去買就算了 洗 洗到你手癢 好 這裏除了水上活動之外 如果駕駛四十五分鐘 就會有個 中雨石洞 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因為都看過很多次 所以沒有去 其他營友也有去的 今次就是我們這個社群 第二次去Camping 接下來都會陸續有來的 如果大家想 我們一起去Camping 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 這個香港人之家的社群 好 今集的Lake Entrance 的節目時間又到了 下次我們 再出片的話 請大家留意我們 代鼠自由行的旅遊節目 多謝大家觀賞 麻煩給個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們的影片 Thank you 拜拜